小兵打开检测报告 他也开心不起来了 知道沈海洋已经去世后 小兵联系了高鹏 中案队对于海州案之前的所有推论都是错的 小兵听着师哥批评自己 也只能笑着接受这一切 但海州案的谜团也因为沈海洋的去世变得更加神秘 因为当年发现的唯一证据或许也已经没用了 小兵带着陈寒来到发现沈海洋尸骨的派出所 得知尸骨是在去年打捞河道时发现 经过法医多遍附检 确定尸骨正是沈海洋 遇害时间是15到20年前 通过检查尸骨并没有发现打斗痕迹 所以没办法判断死亡原因 虽然打捞现场并没有发现可以证明沈海洋身份的物品 但也留下了两个珍贵的证物 一个注射器和一张公交车票 所有证物都转移到刑警队并开始颅骨复原 经过对公交车票进行还原后 发现是当年300路公交车的车票 而现在需要解决的是确定沈海洋的死因 经过检验证物注射器后 发现其中含有击松药和麻醉剂 所以沈海洋很可能也是被凶手杀害 并且使用了和海州案一样的作案手法 但这也让警察产生怀疑 沈玉找自己的爸爸十几年 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已经被杀了 面对这个问题小兵也只能说 小兵推测沈玉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已经死了 还把凶手误认为是神海洋 所以凶手或许一直通过某种手段联系着沈玉 并像操控木偶一般操纵着他 而作为木偶的沈玉 还以为自己拥有着灵魂 他怀疑沈玉是旧父心切 所以亲手杀了荣成家园的被害者并嫁祸给了何伟光 这一切对于沈玉来说就是一场悲剧 没有救了自己爸爸反而帮真正的凶手托了罪 但是目前何伟光作为海州案的嫌犯已经板上钉钉 并且即将移交给检察院 所以对小兵来说 目前需要拖延海州案的移交过程 他找到高鹏并告诉他最新的情况 并建议将沈海洋的案子和海州案进行并案调查 这样做虽然推翻了之前所有的结论 但高鹏还是痛快地接受了小兵的提议 决定将沈海洋案与海州案并案侦查 夏木和沈宇都还不知道沈海洋的死讯 当小兵告诉夏木这个消息后 夏木根本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这代表着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全都断了 夏木情绪非常激动 一直在重复问着 他怎么可能死了 而沈宇还在正常上这班 并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 他收到一条信息 就像是爸爸发给他的 沈宇并不知道沈海洋已经死了 他依旧认为是自己的爸爸给他发了消息 因为经过荣城家园的案子后 何伟光成了海州案嫌疑人 爸爸已经摆脱嫌疑或许随时都会现身 他甚至都开始给自己的手机发了信息 沈宇在医院中寻找着爸爸的身影 但没有任何发现 他接到了电话 电话中的声音告诉沈宇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但只有这一句话 失望的沈宇喊着爸爸 但并没有人出现在他面前给他一份惊喜 另一遍 沈寒通过公交公司找到了原来的300路公交车路线 因为凶手当年是乘坐300路公交车逃走 所以小兵推测沈海洋很大可能和凶手在公交车上相遇 而且不可能是偶遇 中间肯定发生了一些特殊的事情 而要解决这个谜题 有一个人可能会提供帮助 沈海洋的颅骨成功复原 也是时候该让沈宇知道发生了什么 沈宇还在看着和爸爸的合照 但他即将面对的消息 或许对他来说过于残忍 沈宇来到刑警队 小兵告诉沈宇让他任一个人 当揭开复原后的颅骨 沈宇虽然待住了 但却依旧保持着他以往的那份冷静 他之前还和自己以为的爸爸通过电话 所以沈宇虽然确定面前的雕像很像自己的爸爸 但他不知道这是通过白骨复原的 当老顾告诉沈宇 这句白骨和沈宇的侵权指数高达99% 他就是已经去世十几年的沈海洋 沈宇并没有做好接受这一切的准备 他努力克制着自己 看着眼前复原的颅骨和打捞石的照片 反复比对着 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不愿相信这一切 但当他来到洗手间后 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情绪 没有人看到他流泪 但所有人都明白他知道这个消息后有多痛苦 沈宇恢复了冷静 小斌告诉他沈海洋的死因正在调查中 但是现场发现了击松药和麻醉剂 而且夏金兰案当时报警的正是沈海洋 现场提取到的指纹也确认了这一点 但因为当时沈海洋的穿着和凶手高度吻合 所以警方误认为沈海洋就是海州案的凶手 而警方当年的通报或许也让沈宇误认为 自己的爸爸就是凶手 面对小斌的询问 沈宇说自己记不清最后一次见爸爸的场景 并且他依旧隐瞒了当年自己帮爸爸消除痕迹的事情 只是说十几天后收到爸爸的信后才去报了警 但沈海洋9月2号就已经遇害 十几天后写信的又到底是谁 荣城家园案到底谁是凶手 沈宇对这些问题统统都隐瞒着说自己不知道 知道沈海洋已经去世 夏木来沈宇家见了他 他知道沈宇一直没有搬家 就是希望爸爸多年以后回来能找到自己 沈宇除了流泪什么都没有说 但在夏木看来 沈宇之前所做的事 说明他一直认为爸爸还活着 但沈宇否认了夏木所有的推断 他就只是单纯的希望自己爸爸还活着 夏木因为冤枉沈海洋向沈宇道歉 但沈宇告诉夏木 夏木和小兵同步了信息 沈宇面对他们时都保持了沉默 关于荣城家园的案子 夏木觉得沈宇动过念头 但凶手并不是他 得知沈海洋已经死了 沈宇的沈默证明 他手里一定有关于凶手的线索 但他却否认了一切 沈宇为什么还要隐瞒呢 夏木推测他是想自己找到那个凶手 小兵和夏木在这之后或许需要改变行动 阻止沈宇变成杀人犯 之前小兵托派出所老关调查沈宇 老关查到有几件案子都和沈宇有关 而且这些人都是曾经侵害过沈宇 之后被人用麻醉剂针管扎缘后毒打 但当时警察询问沈宇是他并不知情 而这些案子中有一个女孩 是沈宇当年最好的朋友 周小云 因为当时海州市医院精神科新招名额只有一个 周小云和男朋友约会时被偷拍曝光 这件事后周小云直接退学 沈宇则进入了海州市医院 小兵来到周小云家中 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当听到小兵说沈宇的名字后 周小云反应很强烈地跑开了 而且小兵发现他的照片全是划痕 周小云的妈妈对沈宇的意想是 心思细腻样样周道 挑不出一点毛病 之前亲如一家 但医院招人那件事之后就完全不联系了 从周小云这里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小兵临走前还试探性地问了 小云沈宇背后的人是谁 但没有得到回答 而对于这些案子背后凶手的犯罪目的分析 陈寒说是为了保护沈宇 所以消除障碍 但小兵认为这些伤害案 给沈宇带来的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不管遇到什么难题 他都可以用最极端的手段去解决 是凶手想要影响他甚至改变他 沈宇如果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爸爸所做 就会不设防的被凶手改变 目前这些暂时都只是猜测 但沈海洋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 通过从何伟光家找到的照片 老顾发现要拍出这样的照片 必须具备专业的摄影水平 并且需要使用长焦镜头 而真正的凶手很有可能是精通摄影 具备冲启照片的条件 何伟光明显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可以将它排除 而小兵也发现两张照片的相纸厚度明显不同 下一步调查的重点 是相纸的销售区道 以及300路公交车沿线的照相馆 夏目看着自己在摆板上的分析 沈宇的爸爸已经确定死亡 背后的神秘人可以算是沈宇的假爸爸 凶手使用的麻醉剂和激松药的来源 夏目排除了在黑市购买麻醉剂的可能性 因为沈海洋之前是在安定医院工作 夏目推测凶手的激松药和麻醉剂 大概率是和安定医院有关系 他也推测出凶手是精通摄影 并且排除了报社 下一步就是排查照相馆 夏目来到老师的卧室 发现了柜子里老师生前保存了一张收据 上面的地址是 红光照相馆 夏目跟着线索来到一个杂货铺 得知红光照相馆的老板已经去世了 杂货铺的胖子老板是他的儿子 当夏目问他知道海州案的事情了 胖子突然变老实了 其实刚才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 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 胖子带着夏目去照相馆的时候 小兵也来到了现场 看到又来一拨人 胖子难闻了 排查案是吧 不是我说你们的人 怎么还分两拨来找呀 刚才有一个 一看就是有身份的小哥们 诶 哪去了 小兵知道是夏目找过胖子 便跟着胖子进入照相馆 胖子的爸爸是2000年的10月份左右 买了这个照相馆 而夏目的老师死亡时间是9月2号 小兵怀疑胖子的爸爸是凶手 得知他已经死了便作罢了 胖子对海州案嫌疑人没有印象 但拿出了很多他爸以前拍过的照片 而这其中就有夏目的老师夏金兰 以及海州案其他受害者 胖子说这些照片是他爸拍的 但他爸身高1米65左右 和凶手特征完全不同 离开照相馆时 小兵发现了夏目 并拿走了夏目发现的收据 回刑警队调查 夏目看着面前的照相馆 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而接下来需要确认的便是安定医院 夏目来到安定医院的图书馆 遇到了沈宇和黄院长 这个图书馆马上就要拆迁 沈宇说自己是来缅怀过去 因为这里是他小时候经常待的地方 他想一个人待会 黄院长便带着夏目离开了 但沈宇并不是来这里缅怀什么过去 他打开了自己曾经看过的 关于心理方面的书籍 拿走了戒约清单 这也让他想起小时候的事 他问爸爸胡山泉是谁 因为很多他看过的书上 都有胡山泉的戒约记录 沈海洋听到女儿问胡山泉之后 表情非常严肃 并且告诉沈宇 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个名字 忘了这个名字 永远别再提 但现在沈宇拿走了 所有自己和胡山泉的戒约记录 是想做什么呢 小兵还在对红光照相馆的照片进行调查 这些照片有一个共同特征 因为91年之后就有了彩色照片 但这些被害者拍的都是黑白的 小兵让胖子回忆当时照相馆里 哪个摄影师有拍摄黑白照片的爱好 但胖子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的爸爸 除了他爸之外想不起来其他人 但通过拍查之前照相馆员工的合照后发现 拍照的人就是胖子唯一想不起来名字的那个人 和夏木猜的没错 沈宇拿到戒约记录是想调查这个胡山泉 他联系了一个之前认识的张叔叔 并让他们来试医院 这个张叔叔是沈宇爸爸在安定医院以前的同事张医生 沈宇询问面前的张医生 认识胡山泉吗 张医生想起这个人是安定医院的患者 他的特征是照片拍得很好 安定医院那张合照就是胡山泉拍的 而重案对这边 胖子也回忆起拍照的人是一个孤儿 住在红光照相馆后面的杂货间里 在一次年夜饭时还帮胖子家人拍了合照 并说自己喜欢拍别人不喜欢自拍 警察根据胖子的描述做了画像 小兵看着慢慢画出来的那个人 想起了凶手的样貌 尤其是他的眼睛 而张医生告诉沈宇 胡山泉原来是沈海洋最好的朋友 沈海洋毕业后分到了安定医院 做了张医生的助理 胡山泉送到医院时 还是沈海洋和张医生一起做的检查 但在沈宇的记忆中 沈海洋提起胡山泉是异常的紧张 看上去他们根本不像是朋友 警方和沈宇同时查到线索 一个是精通摄影的孤儿 另一个是同样喜欢拍照的精神病院患者 这两个人会是海州案凶手吗 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沈宇听了张医生对于胡山泉的描述后来到重案队 说自己有生命危险请求警方保护 因为他已经知道胡山泉到底是谁 沈宇小时候跟着爸爸在安定医院生活 而胡山泉来到安定医院住了五年院 就像张医生说的 沈海洋和胡山泉刚开始的关系很好 沈海洋照顾他的生活 还教会了他读书写字 学会打针注射 安定医院拍合照时 可以看出胡山泉很喜欢沈宇 但当沈海洋抱走了自己的亲闺女后 胡山泉很不开心 就像别人夺走了自己的女儿一样 不情愿地去给医生们拍了合照 胡山泉对沈宇的喜爱 或许也开始让沈海洋对他有了不好的印象 觉得他会伤害沈宇 沈海洋打了胡山泉 并将他赶出了安定医院 从此胡山泉消失 当年沈海洋送给胡山泉一个笔记本 后来胡山泉寄给了沈宇 开始时还是学习笔记 之后就变成了海州案被害者的记录 证明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 让胡山泉的心理彻底产生了变化 直到1990年 沈宇收到了胡山泉的两封信 骗沈宇以为自己爸爸还活着 经历了痕迹并去警局报了案 这么多年胡山泉一直在冒充沈海洋 案中观察着沈宇 并且会直接出现在沈宇家中 沈宇也注意到自己的书被翻过 掉在地上的衣服被捡起来 睡着后有人给他盖上被子 这十几年他一直以为是爸爸在案中 看着他成长 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 收到来自胡山泉的生日礼物 也没有怀疑过 当沈宇知道真相后 可以想象他的心理阴影会有多大 之前面对警察时 他一直都很冷静隐瞒着一切 但这次来到重案队后 直接坦白并指认胡山泉 就是海州案凶手 荣城家园案也是胡山泉做的 经过鉴定后发现 沈宇收到的牛皮本 夏木老师的收据 红光照相馆的笔迹一致 确定胡山泉是凶手 准备进行抓捕 但因为沈宇之前隐瞒警方编造故事 并造成和伪光昏迷不醒 所以他仍然有犯罪嫌疑 而另一边 一个被旁边的人称为老沈的人 说自己要去见女儿 并背上了相机 听到有人说 让他把女儿介绍给自己后 老沈狠狠地关上了柜门离开了 他来到暗房冲写照片 台灯下面是那张沈海洋和沈宇的合照 而电脑中无限循环 播放着沈宇过生日的视频 这个老沈就是胡山泉 但他应该有一点记忆问题 给家里的所有物品都贴了标签 胡山泉将洗好的照片放到相册 并放进一个箱子里 准备出门去见女儿 小冰监视着沈宇 看到他出门后进行了全身检查 怕沈宇见到胡山泉会做啥事 胡山泉给小宇发了信息 约好下午三点在城南百货城见面 沈宇收到短信发给小冰 掉头前往百货城 胡山泉也拿着箱子开车出门 警方在百货城进行了布控 将沈宇锁定在视野范围内 沈宇寻找着胡山泉 但并没有任何发现 他看到下午出现后 突然离开了小冰的视野范围 找到一个电汉工 发现并不是胡山泉 便来到了店里 及时赶到的小冰 让陈寒将沈宇带走后 拿着手机让店里人看 沈宇并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就在众案队忙着布控时 胡山泉出现在一家花店里 他将带来的箱子放在花店 拿着一束花离开 马路上响着警笛声 胡山泉停在马路中间 调转了方向 不知道是他的警觉性态强 还是有其他目的 他并没有去见沈宇 将花放在公交站台后离开了 而沈宇又一次隐瞒了小冰 这让小冰很气愤 因为现在的这家店 就是胡山泉工作的地方 沈宇坦白是之前拿着照片 找自己爸爸时 遇到一个电汉工后 他故意遮了自己的脸 之后店里的人叫走了这个电汉工 他们喊的是老沈 也就是胡山泉 这让沈宇留下了记忆 但沈宇没有将这些事告诉小冰 小冰又被沈宇耍了 让手下将他靠起来带回重案队 经过调查发现胡山泉 一直冒用沈海洋的身份 他隐藏得很深 在这里工作了六年 店里的人甚至不知道 他的电话和住址 线索再次中断后 小冰发现了夏目追了上去 来到一楼门口听到旁边有人说 有个老头把箱子落下了 他是之前那个花店老板 小冰确认老头就是胡山泉后来到花店门口 找到了胡山泉的车 通过花店监控发现胡山泉 但他为什么突然取消了件沈宇呢 甚至把自己的钱包都扔了 而胡山泉留在花店的箱子里 发现相册里都是沈宇的照片 但他身边的人都被换成了胡山泉 他是真把沈宇当成了自己女儿 这次抓捕并没有成功 而且线索全断了 小冰决定只能用小区排查的笨办法 因为胡山泉用的是假身份证 所以他住的地方应该是物业管理差的老旧小区 治安不好 并且就在沈宇家附近 通过轮胎上的屋子分析 很可能小区附近还有工地 结果证明小冰的方法是正确的 在排查过程中发现有人见过胡山泉 并找到了他租的房子 再次抓捕胡山泉 但房子里并没有人 只发现满屋子的标签和代办事项中写着的剑小语 小冰找到一个暗门 房子里全是冲洗过的照片 而且全部都是神语 但只要是合照就会将沈海洋的头像剪掉 照片中还有夏木 而陈寒在相机中也发现了小冰和夏木 但胡山泉却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房子里还找到了荣城家园被害者宁丽的身份证 证明宁丽有可能是被胡山泉所杀 这让小冰很难过的自责起来 如果当年自己开了枪宁丽就不会死 而高鹏告诉小冰神语的嫌疑排除了 因为胡山泉的相机中有一段视频 是杀害宁丽的全过程 小冰将胡山泉的照片复印件给了神语之后放了他 但胡山泉为什么没有出现依然是个谜 夏木照神语询问答案 但神语自己也不知道原因 自从知道沈海洋去世后 夏木对神语改变了态度 他们都是海州案受害者 互相抚慰着并静静等待抓住凶手的那一天 神语看着小冰给他的照片 站在他身边的就是那个精神控制了自己的假爸爸 神语将胡山泉全部撕掉 就像木偶扯断了控制自己的线 胡山泉消逝后 来到了已经拆迁的安定医院 他想起了以前的事 从小被父母抛弃 被人欺负 而沈海洋也是从小被人欺负 所以他帮了胡山泉 希望他可以像自己一样变得越来越好 他回忆起小时候的神语 叫了一声小雨后突然发现身后的废墟塌了 广播里的声音从周一变成了周三 路边已经贴上了胡山泉的通缉令 海州案的受害者依旧受着煎熬 但三天过去了依旧没有任何胡山泉的消息 他被押在了安定医院的废墟中 有个拾荒的人听到有人喊救命 之后胡山泉走了出来 他杀了那个拾荒者 或者只是被他救了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胡山泉离开了废墟 被一家饭店的人发现 饭店的人还以为他是走丢了 就联系了胡山泉胳膊上的电话 电话这一头是神语 饭店的人让他去接自己爸爸 神语说着照顾好我爸 然后揣了一把剪刀出了门 并给夏木和小兵发了地址 来到饭店后 神语拨了之前的电话但没人接 开始四处寻找着胡山泉 小兵和夏木也来到了饭店里 但并没有任何发现 当神语看到身边餐车上的财名 上面的字他太熟悉了 就走向餐车推出来的房间 夏木看到神语进了房间 也发现了小兵 但夏木掉头离开了 小兵以为没有发现就去了厨房 不知道是不是夏木 想让神语自己解决胡山泉 因为杀害夏木老爷的人 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或许他不想神语也遭受这些痛苦 神语跟随餐车来到一个宴会厅 有个人端着菜出现 是胡山泉 他准备了一桌神语最爱吃的菜 并对着神语说 爸爸是不是变老了 胡山泉并不知道自己 给神语造成的伤害 也不知道神语的眼泪并不是为他这个假爸爸而流 他以为神语不认识自己 拿出伪造的沈海洋身份证 还说身上穿的衣服是当年从家里带出来的 神语再也忍不住地哭着说 是你杀了我爸爸 这是警力响起 是志愿的警察赶到了 神语拿着剪刀捅向胡山泉 但胡山泉挣脱后跑了出来 小兵和夏木及时出现拦住了胡山泉 但是胡山泉却反身制服了追过来的神语 将他变成了自己的人质 面对夏木的指控 胡山泉反驳着 胡山泉的反驳已经说明自己就是杀害夏金兰的凶手了 夏木经续很激动拿着枪冲了上去 胡山泉手里的剪刀划在了神语的喉咙上 关键时刻小兵开枪击倒了胡山泉救下了神语 包棚赶到后抓了夏木 但小兵再次抱了他 因为那把枪是假的 胡山泉落网后 也是时候揭开所有的一切了 但他拒不认罪 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小兵将之前武器海州案受害者照片拿出来 但胡山泉就像老年痴呆了一样什么都想不起来 实在没辙 小兵对着胡山泉说 我想想我 活着呢 你看你想得也想不起了 通过情景还原当年的场景 胡山泉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是那个 小警察 他开始回忆起为什么杀害这些女人 所有受害者都去红光照相馆拍过照片 让胡山泉觉得自己跟这些人就像是一家人 他用照相机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接送他们上下班 如果这些女人被人欺负 胡山泉就帮他们解决困难 但为什么他会杀了这些女人呢 胡山泉发现这些女人有了男朋友或者丈夫后就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 这荒谬的答案让小兵愤怒了 胡山泉还承认名利也是他杀的 是他把神域的杀车弄坏发生车祸 把所有的一切都嫁祸给了何伟光 而对于神域 胡山泉一直认为他找的爸爸就是自己 他爱着神域 也知道神域同样爱着他 但一切并不是胡山泉所想的 神域是现在最想杀了他的人 因为正是他将神域变成了一个悲剧 胡山泉在离开安定医院来到红光照相馆后 先后伤害了几个女人 但他再次遇到了神域 神域来这里拍了照片 让胡山泉知道这就是神海洋的女儿 他杀害下金兰的那一天正是神域来取照片的日子 所以胡山泉将下一个目标定在神域身上 神域一直只想找爸爸没有时间谈恋爱 也让这个海州案的凶手十几年都没有再次作案 小兵带着胡山泉来任现场 他第一次杀人的地方 经过几十年后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小兵告诉神域胡山泉已经认罪 因为他想代替神海洋成为神域的爸爸 所以在红光照相馆杀了神海洋 当时小兵和兰阁出警来到夏金兰家 神海洋给自己家打电话 只想了一声就看到了胡山泉正在换掉戴着血迹的手套 神海洋跟着胡山泉上了三百路公交车 但他的口罩被挤掉了 胡山泉发现神海洋后直到自己被跟踪 胡山泉回到红光照相馆时 神海洋跟丢了他 当他走进红光照相馆却被胡山泉埋伏 再次看到红光照相馆的照片 对于神域来说或许是最痛苦的事情 因为胡山泉杀神海洋的时候 神域正在外面敲着门 所以当神域拿到照片时发现上面有血手印 他后来一直苦苦追寻的爸爸 曾经和他就指隔了一道门 法院最终判决胡山泉被判处死刑 伤害了无数人的海州案终于结束了 小兵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让凶手在阳光下接受公开审判 海州案受害者的家属也得到了些许慰藉 案子破了 压在心头多年的痛也释放了 再回到当年的案发现场 小兵对兰哥也算有了交代 夏末终于重新收拾了老师的房子 并准备回去给老爷办葬礼 而神域承认伪造政绩陷害了何伟光被判入狱 夏末来监狱见了神域 神域很开心 他告诉神域胡山泉盼了 何伟光也醒过来了 然后问他 小兵来看了兰哥和师傅 师傅曾经交给他的答案终于侦破了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胡山泉如何得到激松药 不知道明律是不是他杀的 不知道这部剧被剪掉的内容是什么 但一切都不重要了 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